台湾的9月份几乎被台湾痛扁 就是台风 因为915中秋节碰到最强烈的台风 木兰地来搅局 而928教师节又遭遇今年最胖的梅基台风 其中梅基最穷悍了 因为切小时猛击台湾 掀起了狂风暴雨 留下了4527伤 本周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今年造成台湾灾情最惨烈的梅基台风 首先带来看的就是梅基台风 带来的雨量相当的惊人 就在宜兰的太平山 累积雨量预计就高达了1300毫米 是全台湾最高的 而宜兰的状元香也是淹得相当的惨 整片的农田都变成了水田 不少的农民看到的心血 全部泡在水里面是欲哭无泪 宜兰市区大雨哗啦哗啦的下 眼前白麻麻一片 能见度非常低 连开车都有困难 路完全看不到 只能看到两旁路数被大风给吹歪了腰 来到宜兰壮围更是惨不忍睹 不服在这边墙壁 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壮围的中心路二段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在我后面呢 本来应该是一片一片的稻田 现在全部都变成了池塘 而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在田中间本来有一个这个农舍的 现在这个农舍等于是完全盖在水上 所有的道路通通都被水给淹过了 一整片农田放眼望距 农租物全被淹没 低洼地区农田就像是打着海浪的大海 一不小心就会开进田里 水深大约有30公分 梅基台风为全台带来风沛雨量 雨量涂也从红色转成了紫色 其中气象局又针对宜兰太平山 又把预测总雨量两度上修 预估可能高达1300毫米 为全台最高非常惊人 但不只是宜兰太平山区 其他像是东山河低洼地区 水位也都很高 在宜兰三星乡原本农民还在风灾前 忙着采收这一整片的三星葱 如今这还没抢收完的全都泡在水里 变成了水田 初步估计损失将近1亿元 这段时间的辛苦全都泡在水里 梅基台风带来惊人雨势 让不少人欲哭五泪 东西文带之间 请向宇世佳玄一旦报道 梅基台风带来的强劲风雨 像是台南市区的许多地区 淹水相当的严重 甚至台南安平运河还出现惊人的景象 运河的水量超赛 甚至进兵林宅 风呼呼地吹好吓人 但更可怕的是快百年的台南知名景点 安平运河竟然慢出来了 住在运河边的民众拍下影片po网 从高处看车子在水中简直就是游泳 但是他们其实在道路上奔驰 勉强看到栏杆才分得清楚 道路跟运河的分界 停在旁边的车子则是水淹过轮胎 那边因为他吃了 这边是有闹 因为我乖到我乖到 门都乖到 稍稍叫我带去 对啊 人家风出头 对啊 那算是温和的水 如果运河的水 运河 我运河住了四十几天 你之前有看过这个吗 没有 有四十几天前 做小孩才能重复一台海中 后来就不够发生了 因为运河经过 比平常多了八十公分左右 那运河的大概提案高度高层 大概是两公尺 那一般的水位大概是一点多米 所以说这造成 在昨天晚上 大概在整个运河周边 帆河路 大概庆平路 安平路 等等这几个地方的运河水位 大概有溢出来的现象 附近的居民吓坏 是逢大潮 煤积带来大量的雨水 迅速累积 风大更难退 民宅的地下室 到现在还要抽水 平常风光明媚的安平运河 竟然淹没道路 在禁兵民宅 把居民都吓傻了 汪洋一片的景象 恐怕真的是永生难忘 东西新闻 黄丛群无处中张灵宇 在台南综合报道 另外来看到 灾情惨重的 还有其深的广浮里 这里的水呢 几乎是沿道的胸口 家园是一系泡汤 有不少的住户就表示了 八八风灾过后 就没有出现过 如此夸张的淹水景象 广浮里的灾情 真的非常严重 可以看到水淹的范围 真的非常的广 而且水淹到 我的胸口这么的深 可以看到整个房子呢 几乎有一半都是泡在水中 所有的家具呢 都浮在水面上 这边的人家呢 可以说是水上人家的生活 淹水高度高得吓人 屋主一家人 只能躲到二楼避难 虽然家园变成一片汪洋 但住户们真的好乐观 看到镜头在拍 不是求救 而是挥手打招呼 他们说从上回八八风在后 就没有淹得这么夸张过 忍不住拿起手机 录影拍一下 记录这景象 但现在一开门 楼梯已经被淹没 住家后院变成河流 加上又没有电 也真的是苦不堪言 几位大哥拿扫帚当扁蛋 担任挑夫 涉水到外头将物资扛进来 顺便买了清扫的工具 等水退了要准备清理家园 而原本骑摩托车 只要五分钟的路程 现在踩在水中 步步都很沉重 得走上二十分钟以上 就连希望队员要协助救援 都得搭乘橡皮艇 有大哥苦中作乐 拿出水桶 说要抓五国鱼 还有住户看得非常开 家园淹水当在泡冷泉 光复力一期间 变成水箱泽国 国园农地全遭殃 损失难以估计 东森新闻红宝青 盘颖文在高雄的参谋报道 而美机从花莲市来登陆 让花莲市区也是惨不忍睹 像是50年的大树倒塌 大马路是亡羊一片 而强大的风势 居然让巨大的冰箱 就在马路上面奔驰 树木变成头发似的 张牙舞爪的摇动 这是花莲市区的画面 美机台风 27号下午2点花莲市登陆 带来了惨重灾情 真的是风强雨大 风到底有多强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路边这棵 原本好断断一棵大树 现在居然整个连根拔起 被风给吹倒了 而且这根还直接就把水泥 这个扑面 直接把它撬了开来 现在这棵大树 就横躺在马路旁边 因为16级以上的强阵风 让这棵无声捏的大树 连根拔起 但是头上的时候碰了一下会吓死 碰了一下才凉下来 听到你有在听到飞 有我在家里面 另外一头大马路画面更惊悚了 路上奔跑 原本应该是一亮亮的汽车 现在却变成了一台白色大冰箱 大马路上滑了起来 一旁的民众赶紧拦截 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画面 TV四散 马路上奔驰 索性街上没有民众 但停在路边的车辆受到了波及 只能说泡梅姬带来的强大风势 还有豪大的雨量 这下花莲市区的马路上 汪洋一片了 变成了混浊河流 车子只能涉水的惊险通过 花莲景区无一幸免 也成了种灾区 只能说这次梅姬也毒手 让花莲市区惨不能毒 东西文SNG 王振宇 张清俊 在花莲报导 好 再来看看这个超惊悚的画面 就是台风来袭的时候 台中的礼方爱美酒店改建工程 阴架掉落 建国路的双向道路封闭 目前这个监视器画面也曝了光 当时就像是天架 钢铁雨非常危险 礼方爱美酒店一整片阴架 从20楼高掉落 目警民众边拍边叫 吓坏一堆人 鹰架被风吹落乱乱飞 对面机车租赁店面最惨受灾户 整排最高楼 大部分有一层楼高的高度倒下来的 意外惊悚瞬间 当时还有车行员工走过 下一秒整个鹰架压垮屋顶 外头狂风吹倒好几辆机车 一开始掉小的 接着2000多只铁架杂落 就像下起钢铁雨 房台措施都有做相关的记录 我们的措施应该做得是还OK 那可能是因为上面受风面积太大 因为这次台风的风力的影响 建国路双向车道封闭 建设局都发局还有鹰架公司派员清理 直到半夜强风乱吹 担心鹰架再掉 隔天一早继续清 十多辆轻运车次 预计中午左右就能通车 不过还要再看现场风势 还有修复情况再决定 鹰架倒塌波及临近台铁 铁条掉落轨道 工程人员忙到凌晨两点 确认安全才收工 先把现场的障碍物排除之后 再把电车线修复 一直到凌晨两点半 煤机席台八威风势比雨还要狂 留下一大堆烂摊 受灾房屋和租赁车店 财损达到数百万 狂风一扫酿大灾 饭店业者和鹰架公司 要赔的多了 东森新闻谢宗化 陈志辉台中报导 而媒介风力到底有多惊人呢 来看到了彰化的山区 一个社区的电梯玻璃 承受不住强大的风力 玻璃就从六楼到一楼市 整片被吹落 画面是触目惊醒 再看一次还是好惊悚 网友直击 这栋社区大楼 电梯玻璃整片爆破 从六楼一路隧到一楼 大片玻璃重摔在地 画面让人触目惊醒 这个地点是在彰化山区的 一栋社区大楼 隔天记者前往 住户相当低调 社区内部积水严重 居民忙着清理家园 不愿多做回应 而被台风吹破的电梯玻璃 已经被清理干净 电梯已经没有再运作 美机台风横扫台湾 彰化县历经一天一夜摧残 知名永乐业势也被俘禄 游乐业势口的永乐街 不知从哪吹来的大片铁皮 被吹歪卡在路中央 附近店家招牌也被吹得摇摇欲坠 民众惊恐 也好在台风夜 没有人经过 没人受伤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东森新闻陈永毅在彰化报道 每周深入分析热门新闻时事 东森每周台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现在全面放上了 东森新闻每周APP 欢迎观众手机下载 随时随地的收看 所有的深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